大家小時候都聽過一首歌 叫做Daisy Bell Bicycle Built for Two 就是講單車的妙容 那首歌的歌詞就是 講一個男生很愛慕他的愛女 就算我沒有錢做馬車迎娶你 如果有一輛車是兩個人可以坐的 那個婚禮也很好 由此可見單車一早已經是代步的工具 不過就是因為外於工業革命 其實電單車都是單車 大家如果去任何博物館看 開頭的電單車其實只不過是單車加了一些馬達 即是你踩到累了 那就幫幫自己手 或者如果你踩在一些斜的地方 幫幫自己手 其實單車的沒落當然是跟 汽車的興起有關 當很多國家覺得 我執政的理念 就是每人有車 這個福特 福士就是希特拉 說 你相信我吧 納粹主義會令到你們每人有車 這個福特 發明了生產線的方法之後 每個美國人有車 其實所有的車現在這麼豪華 都是在用人力的基礎上面 去加機器的裝置 所以如果今天的本題 來講就是回復人以前的交通方法 那麼 邵家輝議員說 其實他們應該贊成 他們應該贊成這個議案 他現在是什麼 就是說 他覺得這是危險的嘛 危險的時候 要明文和立法 以至到 在立法基礎上面 制定不同的規則 令到單車作為一個交通工具 去幫助他們 只有從這個角度出發 我們才會 動用社會資源 去令到單車作為一個代步工具 即是一個運輸的工具 或者有些人叫出行的工具 是獲得確認的嘛 今天整個議題就是 你要當它是一件事才行 即是我剛才引起那首歌 人家結婚的時候 都是用單車作為 因為你沒有錢 當然是一個美國的歌 如果我們不是從這個角度出發 沒有可能 因為我們在議會討論了很久 例如民建聯到騰政說 你要搞好單車經 因為那些人是 作為一個運動休閒 而這個論題就不是這樣 我剛才說 郭榮鏗議員說 我在太古城也會上來 我真的替他擔心 如果他踩上highway 當然不會 即是說 我們 在 這個 如果我們當作單車工具 我們要規管它有排 它有一定的裝置 還有 那些駕駛者是要學的 即是 我見到很多人 他免得打手勢 走出去 他真的當自己的車是鐵甲車來的 即是這些事情 你一定是要 有一個政策在 你做政策之後 你就開始 在本會那裡醞釀 我們本會當然在開公聽會 然後才會真的做到 你今天整個 辯論的中心 就是這樣 所以如果你說 反對他 你說因為踩單車 危險在路上 不嫌不贊成 以後是不通的 除非你說 不得不扭 他都不要阻逃阻逝 因為現在駕駛者 即是其他的 交工的駕駛者 對於 單車 這個 錯誤的認識 令到他們 是 覺得 你阻礙我上班做什麼 這條馬路來的 即是等於我們遊行一樣 這條馬路來的 你在遊行阻礙街路 他是不明白 那條路本身 是要來 給大家用 遊行可能會阻礙你一會兒 你不用那麼生氣 單車也是一樣 所以如果今天我們在這裡說話的時候 我們 一定是要 政府去 想清楚整個問題 他如果作為一個交通工具的時候 他要付牌費 因為他們要收錢去 serve 他 你要有相應的交通規則去幫助他 即是令到其他使用者如果 是妄顧安全的時候 會受罰 譬如說 我在德國踏車已經死了 我一天踏車踏車 突然間 有風 我技術不是很好 梁志祥說我不懂踏車是假的 我真的死了 為什麼呢 那個貨櫃車 我住在附近 是很多貨櫃車 他都當我是傻的 因為我貪方便 就不在單車徑那裡走 走出去 我成城有人搖 如果那次我不是 我可能是上帝救我 如果不是我 強制鎮定 把持住 我想我如果 一泊過去 那個貨櫃車那裡 就沒有梁國務議員 應該是 因為沒有梁國務議員這件事 所以其實 我的立論是非常簡單的 不過我可以和大家說 必然會引起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本港 是 汽車狂的 這個城市 車稅那麼貴 我們的汽車增長 都 多了一半的 可以 油那麼貴 所以其實 在這個問題上 我覺得 政府 對於 將 單車作為一個交通工具 油因真的很小 因為沒有稅收 而且 大家要明白 賣車的人 賣汽油的人 是非常之強悍的 利益集團 他們一定會盡量反對 香港人多開單車 不是開玩笑的 所以我希望 可能梁志祥和陳克勤都說 你真的要幫幫忙 說服本會的議員 是一次表態 是贊成的 這是一個方向 如果錯了 本會有得幫忙 因為這個是無約束的 我希望真的 告訴大家 我們是要給路 給單車使用者 要令到它成為交通工具 在哪幾位 那幾位 打開